柔佛新山出现二人偷车档 两人先供车到住宅区物色好下手目标后 其中一人下车撬开目标车门 尽管警铃大坐也镇定自诺 迅速启动轿车后驾车离开 而坐在车上的另一人则负责全程把风 熟练手法令人折舌 50岁世主黄先生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他日前将一辆白色丰田轿车 停放在柔佛事故来湖姬花园住家附近的路边 结果被邻居告知叫车失窃 他们查看闭路电视时发现 偷车贼一共有两人 其中一人负责偷车 而另一人负责载送和把风 偷车者撬开汽车门时 曾经触动汽车警报器 女邻居当下被惊动 出外查看却以为是车主没有起义心 结果邻居随后查看闭路电视 才惊觉是偷车贼 市主已经针对此事报警 并要求网民协助找回轿车 换个焦点 早前被揭发其摩托用铁链脱狗前行的 46岁华裔小贩 今天早上8点多在太太和亲友陪同 下到法庭面控伤害动物罪名 被告俯首认罪 他的代表律师在求情时指出 被告是一名小贩 自从被捕后因为精神创伤 已经两个月没有工作没收入 加上被告和身体有缺陷的太太 育有一名8岁的孩子 希望获得轻判 推示最终判定 被告监禁一天和罚款12000令吉 如果无法交付罚款 则需以6个月的监禁代替 值得一提的是 受医局官员今天也把被虐母狗带上法庭 为了责除 待会认定 不及格 ed Olympics 也不及格地 会订阅